好 那第一个来了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们今天看到有这个揣色九种原因 九种原因 这九种原因包山包海都有可能 第一个来 我稍后我把这个九种原因念一下 三位来宾手上都有一个小白板 你觉得哪几种是比较有可能的 可以复选好不好 第一个叫做机械故障 第二个碰到了极端天后 第三个是机舱里面发生了内讧 打一架就搞到坠机了 第四个是乌克兰按下杀手 乌克兰有动机 波兰立陶宛也有动机 第六个美国也有动机 第七个俄罗斯 普丁好像也有动机 第八个俄罗斯军方 这就是当初普里格金兵变的主要原因 第九个是比较少讨论 但是网友都说这个有可能 叫做金蝉脱壳之计 就是炸死 这个东西常出现在小说里面 或是电影里面 所以依此预料 他可能不久之后突然又出现在波兰等等 一个很像他的人是不是 目前大概这九种的包山包海 大概全部的问题都已经齐了 那来我们让这个三位来公布一下好不好 你觉得哪比较有可能 好这个介大使是俄罗斯或是俄罗斯军方 来小县长是什么 是俄罗斯跟俄罗斯军方 一样 那卓老师呢 七跟九 九 对 金蝉脱壳之计 哦 卓老师看法跟别人不一样 只有你有金蝉脱壳 为什么 这样说 第一个 现在看到这个遗体 当然有八具 但事实上那个飞机上有七个人 七个乘客 三个飞行的主员 总共十人 那现在当然有两个人不见 不过最有可能 当然如果说这个是 这个普利格金的金蝉脱壳之计的话 他根本就不会在飞机上 那我认为金蝉脱壳之计会跟俄罗斯 会跟普丁下毒手 这两件事情是不矛盾的 第一个当然普丁想要下手 那他也可能提早知道 也可能离开 提早知道而离开 也有可能双方谈好了 用这样一个方式 让这个普利格金就消失了 那他也不在 普丁也就不再去追溯他了 但是呢 就可以对所有这些 支持普利格金的人示警 然后他也可以内部整整顿 所以这是普利格金 金蝉脱壳消失的好处 对不对 对 就对普丁是个好处 对 所以说他的重点 普丁的重点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只要叛变的人就没有好下场 至于他是不是 这个普利格金是不是真的死了 这是其次的问题 那普利格金会乖乖的被死掉吗 那当然双方一定是谈好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但当然也不排除就是 普利格金是知道普金要对付他 所以他就有一个经常退壳之际 所以我认为这两种都有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进一步证据 所以我们这都是推测 而且是非常大胆的推测 是没有证据的 但是我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有可能是 有可能两个不毛 有可能两个都是 也有可能只是其中一个 对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由于这个事情发生 才刚刚发生嘛 所以现在讯息为止很乱 那我看到有的媒体报道说是 找到了八句语题 也有的说十句通通都已经找到 那俄罗斯官方已经公布了 那个运输部已经公布了名单 那名单上面是有普利格金 是有乌特金是没有错 如果说名单跟真正搭乘的人是吻合的话 那普利格金就是罹难了 但是因为这个大家看到那个火烧得很大 所以这个遗体交黑必须要做DNA才能够确定身份 那我再来问一下这个小舰长 那你说是七跟八 为什么不是美国呢 美国也有动机 波兰也有动机 乌克兰也有动机 你觉得呢 我们刚刚是讲动机 可是如果说我们从得力 谁从里面可以得到好处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 事实上来讲普丁他要定于一尊 权力要完全集中 那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普利格金跟小舰长一样不可留 对 那所以很多人不是说小舰长不能留 不可留 另外我们从谈判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得到 也就是其实俄乌的这个战争里面 它的结构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一般在谈判里面会分析的有成员的结构 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事实上来讲他们都是乌克兰的背后铃 那俄罗斯当然是跟乌克兰冲突 但是事实上白俄罗斯跟瓦格纳 事实上都是俄罗斯的阵营里面之一 那另外如果我们从议题来看的话 我们也可以发现白俄跟瓦格纳跟俄罗斯 他们都是在一起的 那当然美国跟北约跟乌克兰也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结构其实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简单的 那从这个结构里面来看的话 如果美国或者是我们刚刚题目里头 还有乌克兰 他们如果说是把瓦格纳消除的话 事实上来讲他们等于帮普丁解决了心腹大患 所以他们才不会干这件事 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普利格金出来造反 然后跟白俄之间又中间又有一种 好像大家有一种不同的意见 所以在这种种分析 从谈判的角度来看的话 事实上来讲乌克兰跟美国甚至北约 都不会做这些事情 至于说基建故障天气恶劣 那更不可能 因为我们这种私人飞机 我们最常出事的通常就是 拥有者自己架飞机 那如果他们是请的飞行员来飞的话 飞行员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未来 为了自己的家庭 其实他们对于飞机的 应该要如何的保养 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可能性并不高 那如果这样来分解的话 其实我们就讲到说 最可能的也就是俄罗斯 不管是军方 或者是普丁本身是如此 而且为什么我讲说 这个可以定于一尊 因为事实上来讲 现在大家当初普利格金 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事实上来讲 就等于造成俄军自己内部的分裂 我们也看到有部分的将领 他就已经 他就申请退役 然后他直接加入瓦格纳 事实上这些都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看一件事情变得很重要 什么东西变得很重要 就是所谓的中心思想 什么叫做中心思想 如果我们从台湾来看 就是国军叫战种子的第一条 到底在讲什么 就是国军其实是实现三民主义 确保中华民国 独立自由平等 与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 剩下的不念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 这个为什么摆在所有军方的 应该是什么大礼堂的墙上 因为他就招视着军方 其实真正的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就在这边 好 那另外 当然我们这里非常常 可是如果我们看解放军的话 解放军就是讲另外一套 那解放军讲的是很简洁的 他讲什么 他讲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 听党指挥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必须要坚决听党的话 因为事实上来讲 大陆到目前为止 都是以党领政 这样子 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看法 但是我们要尊重 每个国家不同的国情 另外能打胜仗 能打胜仗 当然了 军以战为主必须操作 最重要 最重要要能够打胜仗 不是消耗粮食 或者是购买装备拿回扣 当然不是这样 是要能打胜仗 能打胜仗又牵出三件事情 什么是 就叫做招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这个都是习近平主席 在2013年 他在3月11号 他出席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的时候 他就提出来这些 如何的引导解放军 另外我们讲说 作风优良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我们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